在中国各地分布的岩画 作为史上罕见的文化遗产 一度被考古界称之为镶嵌在大地上的明珠 值得关注的是 1976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发现的鹰山岩画 不仅改写了中国岩画的地位 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 世界开始真正对中国岩画有了了解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葛志雍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对此进行了解析 鹰山岩画为什么让人感觉到这么多年 从1976年开始发现 一直走到今天 人们提到岩画研究的时候 还依然提到的首先是鹰山岩画 因为它的地位是不同的 第一它是中国最早记载的岩画 就指的是这个鹰山岩画 比方说咱们力道源的水晶柱 他就提到了鹰山岩画当时的过程 第二呢我们76年 这个考古第一次介入 这个岩画研究的时候 也是从鹰山岩画开始发现 也开始研究的 因此的话这个地方呢是带有一些 传奇色彩的这么一个地区 而呢这个鹰山岩画一经发现啊 立刻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广泛关注 许多报纸可能当时二十多种报纸 外文的都精先的报道了这个重大的消息 岩画顾名思义是指古代仙人 捐客或绘画于岩石上的画面 鹰山岩画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 乌拉特中旗 乌拉特后旗 邓口县等境内 其岩画数量有五万余幅 具有十代余千年 内容丰富的特点 已经发现 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广泛关注 在世界上各地都在研究岩画的 已经开始了 而且形成了热潮 而恰恰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呢 恰恰在这个时期呢 寂静下来了 就根本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岩画 当时世界上认为 这也确确实实的 对人认为可能没有 随着这个鹰山岩画的这么一个发现呢 当然这个件事就不攻刺破了 鹰山岩画呢 第一是时代是研究最长的 它更骨折 第二呢代表的信息 它描述的画面是更加丰富的 时代是更长的 就是它是内涵更多 因此的话 疫情发现 立刻在世界上就引起震惊了 当时联国国有个教科文卫 有这么一个岩画组织 一发现以后 这个岩画这个组织呢 经常派人来 对这个鹰山岩画进行了考察 当然跟咱们中国的学者一起 他们对这个岩画的评价 也是相当的高的 他们认为这些岩画 在世界范围的岩画 这个范围内呢 第一丝毫 艺术性丝毫不差 重要性当然 我觉得可能比很多地方的岩画 这个重要性丝毫也是不逊色的 目前 鹰山岩画被列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还被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单名录 因此 当地公布了保护条令 重点分布区 还做了围风及远程监控 不仅如此 鹰山岩画也面临着保护与研究的双重任务 既要让鹰山岩画流于后世 又要让其历史文化传承发展